嗨大家,我被诈骗了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居然会被诈骗 实在游戏又无奈,诈骗风气盛行 就连自选秀节目出道的歌手张雨农也遇上了 已经七分钟的影片还原事发经过 因为我要卖我的东西 所以我把我这个商品po在Facebook上面做买卖 跟我说他没有办法下单 需要我签署这个金流的签证之类的 所以我当时就会以为 因为我的商品的价钱比较高 都要签证这个东西 怎料这只是诈骗集团的第一步 后续还扬装成客服人员打电话进来 除了询问账户余额 还要他不断重复输入身份证字号当作验证 然后后来第三次 他又叫我再输入一串代码之后 我的钱四万九千九百八十七块 就这样子会出去了 当下诈骗集团还故作证金 说要找工程人员解决 事后才知道对方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好让同伙尽速将钱领出 张宇龙说等到想打一六五十 已经过了两个小时 但早就为时已晚 专家提点不论是买家或卖家 这种重复输入代码的行为 就是试图攻击账号 无形间出现的数字 很可能让各自曝光 你在操作过程里面 那你可能会想办法去念出来 你的其他的一些资讯 他当然就有可能 去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取得你的这些资讯 再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张宇龙虽然心痛 但也希望网友们学个经验 别再让血汗钱被人骗走 TVC的小达宝 张宇龙 他们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